美国总统拜登于7月9号至13号进行为期五天的访欧之旅 途经伦敦维尔纽斯和赫尔辛基 目的在于加强与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联系 周日晚上英国首都伦敦成为拜登总统的第一站 周一他在唐宁街10号与首相苏纳克会面 讨论明年年底即将举行的大选 这是自苏纳克上台以来两人的第六次会面 随后他前往温莎城堡首次与查尔斯三世会面 拜登未能亲自参加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 而是由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代表出席 两位领导人预计将就气候变化 以及应对措施的资金问题进行交流 离开伦敦后 拜登将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在7月11号和12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度过两天 这次峰会距离乌克兰军队在前线发起反攻 刚刚过去一个多月 尽管目前取得的战果有限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将是峰会讨论的核心 基辅方面希望从西方获得有关安全的保证 但并未确定加入进程的具体时间表 华盛顿表示 乌克兰仍需要完成许多步骤 并不会受到特殊待遇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考虑乌克兰的加入 拜登在结束对欧洲的访问之前 将迪达赫尔辛基 芬兰于三个月前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 结束了多年的不结盟政策 拜登预计将会见不同的北约国家领导人 推动瑞典加入北约取得更多进展 受市场供应充足等因素影响 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保持稳定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CPI同比持平 环比下降0.2% 6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3% 比5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 鲜菜水果和芹肉价格同比上涨4.3%至10.8%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7.2%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4.0个百分点 6月份非食品价格比5月份下降0.6% 在非食品价格中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0.7% 涨幅比5月份收窄0.2个百分点 6月份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2.7% 降幅比5月份扩大1.0个百分点 同时6月份农园价格下降9.3% 6月份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5.4% 环比下降0.8%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价格下降 归因于包括石油和煤炭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以及去年同期比较基数较高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周日与土耳其外长哈坎·费丹 举行电话会谈 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和延长黑海粮食倡议的问题 据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 双方就地区议程交换了意见 重点是围绕乌克兰的近期事态发展 包括亚素领导人从伊斯坦布尔返回基辅的情况 声明称 两国部长还讨论了在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上 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以及俄土双边关系的某些方面 2022年7月22号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 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了黑海粮食倡议 根据黑海粮食协议 俄罗斯保证通过其控制水域 进出乌克兰港口的运粮船的安全 该协议最初有效期为120天 将于7月17号到期 俄方表示 对进一步延长该协议的前景 不抱太大希望 自古物协议实施以来 俄罗斯多次对协议中 与俄罗斯相关部分的实施表示不满 认为俄罗斯的农产品和化肥出口 仍然受到西方制裁的阻碍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7月8日 乌克兰切尔尼哥夫 一名DJ为一起修复慈善组织的志愿者打碟 这些志愿者在收集被毁文化中心的可用砖块 当地时间2023年7月9日 乌克兰卢茨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安捷伊 杜达参加了在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举行的 纪念沃伦大屠杀遇难者的宗教仪式 1943年至1944年 在纳粹占领之下的波兰东部地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其他人 在沃伦等地屠杀了大约10万波兰人 这片地区现在已经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 今年是乌克兰人屠杀数万波兰人事件80周年 波兰称这场屠杀为种族灭绝 当地时间2023年7月9日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选举投票 当天8点正式开始 选民积极参与投票 这将是乌兹别克斯坦修改宪法 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至7年之后的 首次总统选举 当地时间2023年7月9日 泰国曼谷 在7月13号议会举行总理选举之前 禁援党总理候选人皮塔 在一次集会上与支持者自拍 当地时间2023年7月9日 印度喜马杰尔邦 一名男子看着暴雨后溢水的双鱼河 据当地报道 暴雨引发山体滑坡 房屋受损造成人员伤亡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